文佛音 见佛法 好法门不能传 传了对他们就是祸害 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的 是一位大师对于此法的部分开始 只当给大家拓宽一下知识面 意在避免大家盲修瞎恋 梦修的金钥在戒梦观星 戒梦恋神 戒梦物真 两头的都好半岛 中间的最难是修持 戒梦观星好半岛 观察梦想与心向即可 梦中的善恶对应心的善恶 而参究之 戒梦物真 很多梦涉及玄妙 要参悟修法上的启示 很多修行者有梦中得法 得到启示的感受 古代书上也写了不少 但要敏心见性 才能不被梦向梦幻所迷 因为很多修行者 会迷在神神怪怪的梦境里 戒梦恋神最难 在于这是修持法 最后梦境要变成神修的过程 那些梦都是原神活动的修炼的经历 或者是原神神修的造景 不是人心的造景 原神的造景尽管也是假的 是幻 但却是原神用来修炼的造景 会变成成就 悟性不高 也会给后天造成新的迷惘 这涉及如何协调原神与实神的关系的问题 这需要专修 这才是梦修的真谛与核心 不过不好讲 因为做不到戒梦观星与戒梦物真 就难以做到戒梦恋神 梦修法关键在潜意识的启动 第一 要在潜意识里种下梦修的种子 第二 要通过发愿的愿力 使梦修的种子启用 升起力量和现行 第三 要能明理物真 破向时心 不明幻境 第四 有始有终 通过潜意识来调整梦修的方式 进程和终始 我以自己通过梦修来习化之事 逐一将这四点理法 第一 要在潜意识里种下梦修的种子 我在2013年7月15 开始习化 把梦修要领融化到了习化中 我静坐暗示要通过梦修习化 修池 之后 我每天会翻看很多国画理论 会翻看很多国画图片画册 夜里入睡前 一定会翻看几张国画图片 这即是信息的提取 然后持咒入睡 所持之咒 是多年喜欢持诵的新经新咒 专心持咒自然入睡 此后的半年里 我每天的梦里都会观画 甚至跟人学画 语言论画 自己画画 画面非常生动 第二天起来 我偶然会把梦中见到的画面 画在纸上 有时候能在梦中 见到我从未见过的画面 那些画面是第二天 才会在新构的画谱画册里看到的 第二 要通过发愿的愿力 使梦修的种子启用 升起力量和现行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学画就发了很大的愿 希望能以画再道 以画为圣贤真人写行 以画书写隐意之情 以画承载对佛道文化的物证 这样不单纯是一张画 还要承载中华文化之精神 道法自然 寂情深水 天然合一 隐居修道 这样的思想 经常体现在我的画里 我画了不少僧道之像 度僧道而思佛道 一节善缘 这样的愿望 我青年时代就有 当生命里再次 于因缘际会之时 涌现艺术激情 我就发心 以艺术展现道用 大道无形 但大道之用 可以借助于有形 这样的大愿 越真切 则新意识 越能透入法界 而获得法界的信息和支持 则人天通达 十元共济 凡林协程 解释一下 十元共济 凡林协程 时事时神 后天的心意识 元 元神 先天的灵性 道家南宗 有法绝云 风时神 用元神 智虚集 守静度 事理参 玄中物 我每天会看很多国画资料 如文学理论 名家画册 这是风时神 进入梦态 会观摩到更多更美的画面 这是用元神 因为持咒 心意专度 这是智虚集 守静度 我经常观梦 通过观梦 而参究玄妙 有一天晚上 我躺着 似梦飞梦 观出了极美丽的画面 一会儿我就笑醒了 七在一旁读书 还未睡 问我笑什么 我说 观到的画面太美了 第二天 我在城南救货市场 随意购了一本 富以兴的画册 回到家里一翻看 大吃一惊 那本画册里的好几幅画 就是我昨夜 梦观所看到的 可富以兴这位画家 我从未听过 也没看过他的这本画集 从未见过他的画作 我当即 林写了 傅先生的几幅画 画迹立马提升 这就是 事理参 玄中物 这个玄中 既指玄妙之中 也指法界 凡林写成 凡是我等凡夫 林是 林界法界 信息 或者居于法界的 成道者 圣真 或者信息在法界的 艺术家 只要有姻缘 和他们沟通信息 就容易成就 张玉仙老师画的虾 螃蟹非常好 他原先不画画 敢梦而画 他梦见齐白石 入梦教他画虾 第二天他就会画虾了 一画就有 齐派神韵 此等成就 在单道 即是所谓的神兽法 一些单道前辈之德法 来自神兽 也即法界信息的感通 如张伯端 物贞篇云 梦夜西华 道九天 真人授我 指玄篇 这是梦修法的核心 但此理不好讲 讲不好就成了迷信 会误导他人 故而 我不愿意多讲 梦修之离法者 正在此夜 第三 要能明理物贞 破相实心 不迷幻境 不住幻象 这一条非常重要 正是破去对第二条里出现的景象 神意等的执着之道 破之无他 要么自己明心见性 要么安熟佛道 究竟经典如金刚经 棱严经 谭经 在佛理禅止的引领下 打破幻象 要么有名师直接指导 对此条的四句话逐一讲解 明理物贞 修梦法 一定要学习佛道之理 要学习古经节梦 悉梦 梦观 观梦 梦修 修梦等等法门或理论 以佛道究竟之理为规一 把握物贞本质 破相实心 梦相也是心相 通过观梦 认识心灵 认识意识的功能 认识自我 认识潜力 认识生命的神奇 但不会迷于任何梦境的 神意和灵验 不往神意和灵验方面发展 很多人会迷在 梦的神庙出不来 以为悟道了 有神通了 很得意 很执着 物落魔障 我的几位朋友 因我经常私下给他们 讲梦修法 他们做梦也很灵 但我告识他们 不可亡师菩提心 不可亡师本心本愿 不可往神意上走 灵感神意 只是道上的风景 可以一笑而过 不可驻足长流 否则就会追逐神意 梦会越来越灵 人也会越来越痴迷 则新生妄念 一旦新生妄念 心就会造劲 梦就是心的造劲 就会自以为是 物落魔障 不可救药 不迷幻境 很多梦修者 要经历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 不管那梦境多么离奇 怪异 或者吉祥 或者神秘 或者恐惧 或见光 见锐 见仙佛 或者见精 见怪 见鬼魂 天堂地狱 人鬼变异 生死情爱 各种景象 不过是一梦而已 物则无救 非为圣证 不作圣心 魔士消歇 若作圣解 择受群邪 对任何景象的出现 都要记住十二字诀 不害怕 不欣喜 不追问 不管他 不住幻象 有些人不仅迷幻象 还会长时间住在幻象里 最后出片 我见过很多长期住在幻象里的人 看起来正常 实际上满脑子妄想 我就见过好几个 自称梦得神域 将后要封神的人 我见过一个道士 自称将后要封神 还在某地大建什么封神殿 前几天还见过一个这样说的老人 老人为将后能封神 努力了很多年 我当即告诉他 那是幻象和魔障 迷在幻象里 还有可能经过说教鸣里 使之从幻象里出来 若住在幻象里 几乎没有可能使之走出幻象 这些年我见过的那些住在幻象里的修道者 没有一个能走出来的 这四句是最基本的道理或原则 不论是否梦修 只要修学佛道 这四句是破除幻象 鸣心见性的基础 第四 有始有终 通过潜意识来调整梦修的方式 进程和终实 梦修法不可长时间修持 梦修有始有终 道家云 智人无梦 冷言金云 比善男子 修三摩地 想因尽者 是人平常梦想消灭 雾昧横一 绝明虚静 犹如晴空 无负粗重前尘隐世 关诸世间大地山河 如敬见明 来无所瞻 过无踪迹 可以说 想因尽者 梦想横消 真正修道 有禅定者 没有梦境 经常做梦 会影响神器的修炼 除非你的梦是修正之梦 也即梦修 通过梦而修炼 以上要领 皆是心得 乃千金之绝 有缘者 参悟心药 真修授意 则梦境不仅会成为 绝照心灵的镜子 也会成为我等修身炼神 悟道明本的调心道具 我们一生的大半时间 在梦中度过 如何把梦变成修行 变成生命灵性的升华 变成解脱道 则是一个深远 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事物都有阴阳两面 梦修法 也会因为修持者 心性不够 穷力不够 而心事造劲 自觉陷进的误区 我在上面对立与弊 对智与升华之道 都做了详细的解说 这是很多书籍里看不到的 希望梦修者 先将此文再三阅读 掌握基本的理念理法 然后去阅读我提到的 冷颜经 金刚经 弹经 并修心发愿 在这个基础上 慢慢地去实现梦修 就不会有弊端 只要能将这三部伟大的经典读通 梦修法一定会是安全的助导工具 即便现在没有根基 修持梦修法 先把法门的金钥掌握了 日后自然有用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